- 《新闻》 《新闻》 今天在昆凳身边找到你台湾的白安 大家好,我是白安 嗨, 白安 嗨, 关琴 只会这样子的 这次过来就是当五月天的嘉宾 然后我看第一场的时候,我非常开心 看到你, 谢谢 对, 因为很久没有看到你 有多久没有来香港 哦, 我觉得搞不好快五年 对对对 因为整个疫情都没有来 然后前面几年了 反正四年多应该是有的 也是自己做音乐的时候 嗯, 对 因为你去年推出的几张专辑? 其实大概三年多了 对 其实跟前一张专辑上隔了三年多的时间 当初那段时间是自己在 对对对对 因为刚好也是遇到疫情 所以就是反正整个进度就也放缓啦 对啊 放缓这个 教育 慢慢来 慢慢做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中间就是 稍微有delay了一点啦 因为其实我的歌大概在2021年 就差不多都写完了 嗯 然后本来2022年后来 我就去上海住了 然后开始做这张专辑 嗯 然后2023才吧 OK 所以就是 其实创作的部分 2021年 差不多 差不多完成了 八成 歌都写了差不多 嗯 可是就慢慢自作 对对对 那其实在 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 去写个 有什么 有没有一个 主题 以上要表达的 主题就是我这张专辑 没有人写都给你过吧 原因是因为我这张写了很多 别人的故事 别人的故事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也是跟这几年 因为呃 比较有比较多的时间 生活在固定一个城市 以前可能会每一周都 跑来跑去嘛 然后 对 然后这几年就是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跟家人朋友在一起 嗯 然后聊天就是有时候 就会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他们就给了我很多灵感 嗯 然后所以我这张专辑就写了很多 我想要 我就写了很多人的故事 就在这个城市里面 各个城市里面 可能 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 然后 可能 面对生活啊 友情啊 未来啊 或者感情啊 嗯 等等的一些故事 嗯嗯 其实你也说之前 可能你都要跑来跑去 嗯 可是当疫情来的时候 反而有更多的时间 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家人 对 所以我这张专辑就写了很多歌 给别人 嗯 所以就叫做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 嗯 嗯 那你就写一些 一些别人的故事 放进你的歌曲里面 嗯 嗯 你去 怎么说 你去看别人的故事 听他们说 然后发出你的灵感 有什么特别触动你的 要让你变成一些歌曲呢 嗯 譬如说 里面有一首歌叫 《多想谁遇而然》 就那首歌就是有一点像是我在上海 住半年后我的心情的总结 嗯 因为那阵子刚好是 很多事情一直被打乱计划 不管是演出啊 对 或者是各种 你本来的安排 然后我觉得那阵子 其实很多人的生活是有一点迷惘的 嗯 因为你 你没办法照着你的计划进行 对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 你就要学会把自己稳住 因为很多 很困难欸 对 所以我就是在那个状态写了 《多想谁遇而然》 然后就是里面就有个歌词 就写到 就是我多想谁遇而然 不管明天在什么地方 我都能保持浪漫去欣赏 就就保持一个比较平稳 嗯 然后不急不缓 然后可能你就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嗯 这个心态很重要 这个心态 对对对 我觉得它有启发我啦 一些状态 嗯 就是你把这个状态 写成歌曲以后 加入我们 我们听了以后 也是一种启发 这样子是怎么去保持这个心情 平静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真的很弱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其实在歌曲内 专辑里面 有很多歌曲 嗯 其实我看到 除了是别人的故事以外 有一个 什么时候 有一个题目吧 算是 有很多选择在里面 嗯 对就是 生活当中我们有不同的选择 你去选择怎么过你的生活 嗯 这个是你想做的事情 哪一首歌 刚好吗 刚好 不是就是 不个特别的我不要 这次也是就是 我就选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这张专辑 写了很多关于选择的 嗯 事情事件 然后就是有一点 嗯 我觉得开始就当你 慢慢的长大后 你可能经历过一些事情后 你开始会理解到 其实生活很多时候 就是跟选择有关系 嗯 啊反而 反而跟 不要说什么命运 不要说什么随机 我觉得没有都是你个人的选择 就不管你是 在工作上的选择 或者是你今天 决定 呃你要跟谁在一起 嗯 你要或者是你决定 你要把你的今天过得很 刺激 还是过得很浪费 嗯 其实都是在个人的选择 所以这像不够特别的 我不要这首歌 我觉得就 就是在 嗯 你想你态度上的选择吧 你想要 怎么去 活出你自己 的热情 或是活出你自己的喜爱 还是你想要 水泼足流 嗯 我觉得比较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嗯 然后其实在专辑里面 我听得了两首歌曲 是和和唱歌 嗯 跟别的男生 对 可是是那首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是他我提到就是 这张专辑就是 在一个城市里面有 各种故事片段发生 嗯 这两首歌就是有一首是比较难过的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他就是跟 在讲一个 一段关系的灭亡 哈哈 对对对 然后 大家都被生活 压过的很难 就是可能你本来 他是因为你很理解 互相体谅到 你们两个越来越疏远 嗯 那首歌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故事 然后另外一首歌就是在讲 心动的瞬间 对 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甜蜜的 对 对 对 所以在节目专辑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的片段 都是 从 别人的身上 看到的 可是有没有写自己的东西吗 其实 呃 譬如说 安帝斯三分下的黄昏 嗯 是我的事情 多想所有人 某一种程度也算 对 因为我觉得我是 反而是集体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 然后安帝斯三分下的黄昏 所以我在写我跟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给我们从小到大一起长大 我们的友情 嗯 所以就是 也是你的朋友给你的敏感 我去 呃 我去就是安 就是智利 因为他 他 嫁到那里去 然后去参加了婚礼 然后 我回来就 因为我们就是在他婚礼结束后 我们就去旅行 然后 就是那个旅行 就 让我写了一个这样子的歌 然后再写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的情感 嗯 可能我们十二十三岁 变成好朋友 然后 我们从小时候 有时候有点 愚蠢啊 嗯 然后又不知天高地厚 到长大 发现世界越来越宝贵 嗯 的那种内心的转变 但是就是 就不管到几岁 其实 都还是很喜欢跟他待在一个地方 嗯 然后好像跟他待在一个地方 就算现在离得很远 但因为我们都见过 就彼此小时候最愚蠢的时候 所以 就我们可以让对方想到最初的自己 嗯 就不管我们长大 变成什么样子的人 嗯 那你在自己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嗯 其实跟之前的三张专辑 你自己在心态上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嗯 你觉得在 纯水的音乐部分 就是 我是大概从第三张专辑的时候 开始制作 嗯 然后到这张专辑开始 就觉得好像自己 越来越清楚自己在音乐上的 掌握吧 嗯 更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啦 嗯 然后好像 就是 就是 也更 觉得自己想要 什么地方都做一点 嗯 嗯 当然啦 这张专辑其实就是 去年年中的成员推出 但刚刚 我们都有一首新的歌曲 可以听到 就是这个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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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你最新的单曲嘛 对对对对 就是为了这个电视曲 去 对 創作去写的 帮那个模仿犯 嗯 对 你当初写的 你真的有看这个小说 我其实是 因为那时候我 收到的那个 他们的邀请的时候 他们是特别请我 帮里面一个角色 叫 健和 就是夏腾红饰演的那个角色 写的歌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 看了一些 就是 导演他们有给我 那个 角色的介绍 就一些 他们的文字背景 嗯 然后跟 当然片段我也看了 嗯 就是那个角色的片段 然后 我就花了一些时间 去 理解 然后去想 那个角色 在经历的事情 然后 就写了 这首歌 《鱼没有角》 就是《鱼没有角》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 看的一本小说 它是一个冰岛的 一本小说 这个名字 然后 那本小说就写了很多 跟孤独有关系的 的 一些故事 嗯 然后刚好 很对应到 就是模仿饭 这个角色里面 因为他也是算是 我觉得戏里面 就是一个 蛮 不被世界理解 嗯 然后很多时候是一个 比较弱势 的一个角色 可是他同时又很天真 很简单 嗯 然后我 我其实写这个歌的时候 就我花了一些时间 我写完觉得 需要抽离一下 因为 因为有一点沉重 嗯 因为他那个角色 其实有一点真的是 蛮可怜的 嗯 但我很喜欢这个歌 因为 他 他虽然听起来有点 黑暗 可是又有一点 就是在黑暗里面 有一个光 嗯 有一个温度的里面 可是 嗯 就是受邀请 去为这个角色 去写一首歌 让新店定桌 嗯 其实 这个方式去做创作 对你来说 是 会不会有点困难 或是是怎么样的 你觉得 嗯 因为有一个特别的 我觉得 还是看那个角色 你有没有共鸣 嗯 看那一部剧 有没有感觉 如果有感觉的话 我觉得 不会困难 嗯 可是如果就是 是比较 没有感觉的话 可能会有点困难 嗯 但因为刚好这部片 我有感觉 因为我本身就 就 我蛮喜欢悬疑片 OK 所以你看到之后 有感觉就很快 我完全可以很理解 那个角色 对 经历的事情 嗯 所以 刚才就说 要粗力一点 OK 那今次就 过来香港 你上次宣传 你上年的专辑 还有刚刚这个 没有方法插曲 鱼目有脚 可能可以听到 那 上一次 其实 上一次有单曲 嗯 已经够了吗 嗯 还没有啊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 只能重新一次 去年的了嘛 对 你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 可是 但是我今年三月 我又发了一本新书 叫安好志 哦 哦 对对对 所以就是盲入这个写作 对 所以我就是一个专辑 完又一本书 所以我要稍微休息一下 想一下我就是要写什么 OK 所以除了专辑之外 其实还有本书 我们可以见到的 多谢巴尼 今天跟你分享这么多 下次有机会 就来香港再跟你聊天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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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